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冲击性的反转 Apple工作人员5人 成为加害者的受害者这个新闻 登上了热搜一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独家报导的内容 情感上的争执,没有失知证据的事件 往往需要周围人的观察与证言 作为关键证据 因此,QN Sports采访了从Apple出道到解散期间 最贴近他们的5位相关人士询问 在这个团体里,真的存在霸凌和欺凌行为吗? 排挤是无理的主张 没有加害者,也没有受害者 因此,霸凌主导者的说法是猎物行为 这只是个让无辜者感到委屈的事件 不是5个人排挤一个人,折磨一个人 而是一个人折磨了5个人 没有霸凌,大家都害怕它会突然爆发 谁也不敢碰它 霸凌,欺凌,无风也起浪的说法 曾从练习生时期就观察 Apple的前经纪公司出身的Amo 在被问到是否存在霸凌和欺凌时表示 彼此之间可能有过痛苦的时刻 但并没有人遭受单方面的欺负 我认为没有加害者,也没有受害者 这是一个由十几岁孩子们组成的团体 就像童年龄的一个班级里有30个学生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彼此亲近 爱豆团体也是一样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合得来 或者都会喜欢对方 Apple也是一样 有些成员合得来,有些则不太合 有时候变得亲近 有时候又会疏远,之后再亲近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作为团体的经纪人 最了解他们一举一动的B某表示 看到这场争议,一路发展到现在 我只觉得这像是一场猎物行为 没有人应该受到如此程度的指责 大家都说应对不当 但当时公司里的人都很困惑 像鞋子保文被子裁爆翻这些 我们并不认为是霸凌的证据 也认为没必要反驳 因为成员们真的没做错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时间一久 问题就能解决 不过现实是 约提起这件事反而只会变成话题 法院也在不送审理由中显明 没有霸凌或麒麟 但大众却无视事实 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 对这次的采访 也不仅让我怀疑有多少人会相信 不过接受采访的人也表示 Apple内部可能确实存在不和 但不和的原因是自称受害者的Ihenju 并一直认为其他成员反而更像是受害者 他们指出Ihenju资源办理宿舍 独自使用个人手机 且经常缺席练习和各种日程 对团体生活态度不够认真 这些行为损害了整个团体的形象 让不仅是成员 连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辛苦 从Apple练习证时期开始负责 发型设计的Simo和Demo表示 我们每天凌晨都见到他们 也一起参加现场行程 从旁观察的情况来看 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颠倒了 并不是五个人霸凌和欺负一个人 而是一个人在霸凌和欺负五个人 坦白说 当2021年Ihenju的弟弟爆料事件爆发时 我们不由得冷笑了一下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人们会想 啊 他一定很辛苦吧 但作为旁观者 我却没有那样的感觉 早在很久之前我就认为 如果无法适应集体生活 就不应该当idol 为什么要给其他成员带来麻烦 还想让所有聚光灯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当时也好 现在也好 大家都不会想去惹Ihenju 尽管他还是新人 但确实连让音乐节目空缺了两次 几乎每天都迟到 甚至有时干脆不出现 在这种随时可能有突发情况的氛围下 还谈什么培挤 大家都因他感到疲惫 但还是为了守住团体而对他好言相劝 勉强维持团结的气氛 同样自称从Apple的联系生时期到解散 一路观察的相关人士Emo 也指出了Ihenju的态度问题 Ihenju是最需要联系的成员 却是最不努力的 对于尽托分量的渴望也是正常的 然而Ihenju只满怀野心 当事情不如他所愿时 就以各种过分行为毁掉了其他成员的人生 如果当时有人约束他的言行 让他为自己惹出的问题负责 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认为公司只是因为他漂亮 说他生病而无止境地包庇他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由于我的立场 我只能保持中立 对Ihenju我没有任何恶感 他对我很好 只是其他孩子被当作加害者 这看起来真的太冤枉了 成员们年纪小 又很善良 说他对我很好 所以一直把以前就当作姐姐对待 甚至不敢多说什么 记者表示 在韩国乐团工作了短则十年 长则超过二十年的这些人 一直认为这件事是一场荒唐的猎物行动 他们还表示 看着无辜的人被打伤加害者的标签 从小辛苦追逐的梦想 还没来得及实现 就被破袭面 实在是无法再袖手旁观 一某表示 真相似乎被厚厚的掩盖住了 娱乐圈真的是无风也起浪的地方 C某表示 以南安主导霸凌 他根本没那个本事 D某表示 即便是现在身边的人问我 到目前为止 合作过的一人中谁最好 我还是会说Apoly 他们是我从事这份工作以来 遇到的最善良的爱豆 Amo表示 看到这次狂吐布事件 我感觉那些对真相 毫无兴趣的酸民们 紧密团结起来 把以南安当作霸凌的对象 这不正是霸凌吗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件 却让一个人被欺凌了好几年 Apoly在前进的过程中 确实有些遗憾的地方 但他们都是珍贵的人 也经历了不成熟的时光 我真心希望 没有人再受到伤害 最重要的是 不再出现新的受害者 对于这则新闻 目前在韩网 这使用局的留言 还是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竟然说一个人霸凌 五个人的事件 真是疯狂的言论 这有多不合理 只要有两个人 就能轻易让一个人 成为傻瓜的 如果对内有个 非常不认真的成员 大家不都会 有意无意地疏远他 不是吗 但是当那个不认真的成员 闹着说自己被霸凌时 其他成员会怎么样呢 当然会表现出 不喜欢的样子吧 但这能算是霸凌吗 现在一旦被贴上霸凌的标签 就等于在社会上 被彻底排挤了 鞋子 宝文 被紫菜 爆翻 这些全都是欺凌的行为 居然还认为 这不是欺凌的证据 真是够了 这就是典型的 加一者思维 因为一条尼丘 艾布里变得 和提阿拉当年的情况一样 这就像职场里 有个人自己行为孤僻 与同事格格不入 却到处说 同事在排挤他 诬陷他一样 不管怎么说 当初爆料出来的时候 无论他们有多委屈 先道歉不就好了吗 结果却一直否认 还听了七次诉讼 无论事实如何 之后他们所谓 拿出的证据和行动 反而让人觉得 他们之间确实有问题 从那时候起 大家也就只看 判决书来做判断了吧 嗯 我也不太清楚 看了几个影片后 觉得以前就是 让人有点累的风格 其他人则是有点强势 老实说 感觉他已经被贴上标签了 很难再让人有好感了 公开里和名字 再接受采访吧 不知道是真是假 可能根本不存在的 ABCD登场 而且还只有一张 背影照片 明明只要打马赛克 就可以了 这是记者自己 在编故事吗 判决书里说了 所属公司的证词 不具可信性 以前觉得弟弟 也已经被判无罪 这件事 不是早就有结论了吗 他们是把大众当傻子吗 现在又拼命想付出 这样只会让人更反感 我觉得当一个人 过于敏感时 会觉得整个世界 都在故意针对自己 感到痛苦 不一定是因为 真的有人在欺负你 而是因为自己的性格 太敏感 太辛苦 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于Aプリ的这个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SF9成员钱勇 于2023年3月21号入伍后 在2024年9月20号 正式退伍 重新回到粉丝们身边了 粉丝们应该都知道 钱勇在入伍前有个习惯 就是每晚都会和粉丝们说 晚安 或者发一个温馨的贴文 因此当他入伍时 许多粉丝们都感到失落 因为没有了他每日的晚安 心里仿佛空了一块 毕竟在未来的日子里 都无法再收到 钱勇那句暖心的Good night了 然而就在他入伍的当晚 SF9的粉丝论坛上 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惊喜 钱勇竟然事先准备好了 晚安贴文 这个贴心的举动 让粉丝们在那个 难熬的晚上悲感温暖 更令人感动的是 他在服役的550天里 钱勇准备了 整整300天的晚安贴文 每晚如约而至 默默守护着粉丝们的心 晚安温暖 能为了粉丝们准备 每一晚的晚安 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也在想 以后我也在影片的最后 为大家准备 晚安怎么样呢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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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